美国房价连续第三个月上涨,因为房源紧张,买家需求不断增长。 6月27日,标普CoreLogic凯斯·席勒经济条数据显示,4月份,全美房价环比上涨0.5%。 美国正处于传统上最繁忙的购房季节,但上市代售房源只有2019年春季的约一半。 库存短缺,限制了交易,但在许多地区,决心购房的买家往往被迫支付高于要价的价格。 4月份,全美房价同比下跌0.2%,相比3月为同比上涨0.7%。 美亚密、芝加哥和亚特兰大在最大20个城市中同比涨幅最大。 住房市场仍在适应自2002年初以来翻了一番的抵押贷款利率, 高利率降低了潜在买家的负担能力,并阻碍了现有房主换房。 业内人士表示,房价能否持续改善将取决于市场如何应对当前抵押贷款利率和潜在经济持续疲软所带来的挑战。 随着中美要增航的好消息传来,不少北美华人都在期待着回国旅行或者与家人团聚。 如果您有近期回国的计划,那么一定要注意。 根据官方公告,国际旅行健康证明小程序的展示功能将于2023年6月30日正式下线。 需要使用该证明的人员必须提前下载打印备份,若错过时间,只能通过地方健康码系统或疫苗接种单位出具证明。 按照三年新冠疫情期间的政策,海外华人在回国前需要提前从这个小程序里申报一系列的信息, 包括国籍、手机号、国外居住地、航程、入境点、核酸检测结果、疫苗接种情况、历史检测结果及确诊结果等。 随着这一步骤的减少,复华流程也再次得到了简化。 目前来说,如果海外华人想要回到中国,只需要提前在家用快速试剂盒测一测自己是否感染阳性。 如果是阳性的话,官方建议推迟行程,确定自己处于阴性的情况下。 登机前,华人唯一要做的步骤就是通过海关旅客指尖服务这个小程序,填写有关过海关的申报信息。 一般来说,这个小程序是在登机当天填写申报信息的,有效期为24小时。 纽约市公校6月27日宣布推广正面呼吸疗法,要求学前班至12年级公校生,每日在校进行2分钟至5分钟的正面呼吸训练,以此提升身心灵健康。 市长办公室表示,根据科学研究,正面呼吸练习能够加强学生的安全感。 市长办公室表示,根据科学研究,正面呼吸练习能够加强学生的安全感。 对环境的接纳感,从而提升身体和心理健康。 自2023年3月起,市教育局开始同瑜伽联盟合作,推出了全美功效系统中首个瑜伽冥想教师准备项目。 通过系列课程加强功效教师对专业瑜伽和正面知识的认知,学习正规的正面呼吸练习技巧和方法, 从而能够在今后的课堂上帮助学生培养良好的心理和身体健康习惯。 瓦格纳集团发动兵变仅24小时便落幕,引起了国际关注。 俄罗斯总统普京6月26日晚间对全国发表电视演说,满脸怒气谴责某些人鼓噪俄罗斯自己人打自己人。 这是过去两天以来普京首度公开亮相。 他在谈话中说上周末期间瓦格纳集团根本是在敲诈,但并未点名瓦格纳首脑普里哥人, 也并未说明外界对于兵变的各种疑问, 仅强调领导国家与政府团结一致对抗所有威胁。 他还说愿意宽恕参与兵变者。 关于瓦格纳组织人员的未来出路,普京则表示, 他们可以选择与俄国防部或其他强力部门签订合同继续为国效力, 也可以回到亲友身边或者去拜俄罗斯。 此外,俄罗斯联邦安全局27日宣布, 针对瓦格纳组织创始人普里哥人的刑事立案已经撤销, 瓦格纳组织向俄武装力量转移重型军事装备的准备工作正在进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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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